水里香上安村三步六路 与其他支線的產業道路 高聳路豆年久失修 致使当地许多农产品的运输上 造成相当性的障碍 日前议员陈昭玉 立法委员蔡黄郎 会同水土保持局前往当地会刊 上安村村长陈友诚表示 多年来的观察 道路失修已经二十年之久 可见道路崎岖不平 严重影响到当地农民的出入 每逢雨水骑 更会侵蚀与破坏道路 期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处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是我们上安村三步六路 因为在我们当年一直观察 因为差不多二十万年 都路都没有经历 所以我们路面看到的 都这样观观跌跌 所以在这里的资点 我们这些农民的出入 可以说是相当危险 我们也正记得说 我们的有关单位 可以建设我们做一个路面的改善 这些农楼非常高 尤其年久失修 所以我们都二十六 我们很多的农産品 尤其天气 马上就要来修行 现在当农是在四倍的时尊 这如果不快马上来处理 尤其五季天 现在已经七八月 到九月之后 这都要死风太季了 如果没有马上来处理 到处的温室 还是农友的捕据 都有很大的威胁 议员陈昭玉听取村长 及当地农民的陈情 呼吁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尽快修复当地的道路 确保当地民众安全 与农民的经济 不要等到雨水期或台风来临时 致使当地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汇同水土保持局的汇刊 也期望能够提出应对措施 做好水土保持 水里乡上安村三部六路 及永安农路 还有浚坑村二部路 支县农路 针对汇刊项目 拟定改善计划办法 过去几年来 经过雨水与台风的影响 造成当地道路崎岖不平 起伏陡峭 年久失修下 除了严重影响农作物 收成与运输上的困难 也因水土保持不妥善 已经影响当地住户 生命财产安全 期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处理 民意新闻刘友琪 陈云林水里采访报道 编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